近来有一些家长带小孩出门 这个出状况 那么这个让人家大开眼界 有一位医师娘在脸书发文说 她去花脸玩 然后到一家网络评价 不错的名店外带餐点 但是跟老板搞得很不高兴 那为什么呢 黄医师 就是一位台中的医师娘 然后她刚好跟老公 还有一个五岁的小孩 一家人等于是家族旅行 说开了七个小时的车子到花莲 那因为开车已经舟车劳顿了 就想说就先在当地找一家 可能Google好的名店想要去买 据她讲是说 她是想要买一碗这个黑糖粉圆 然后就要带走 带回去饭店 可是她到了这个当地 这个有名的店家之后 被告知说 不是 没有办法单点 没有办法单点带走 所以只能够好好的 在那边看菜单 但是看菜单的同时 因为她的小孩子有带着下车 所以小孩子一下子呢 就去摸这个 他们的柜台上的一个恐龙小玩具 那在摸 会好奇嘛 对 在摸的时候呢 就老板就制止说 弟弟不要摸 那不要摸之后 这个弟弟也很乖啦 他就接下来去旁边的阶梯 开始跳那个阶梯 然后这个老板呢 就说是年轻人 就跟他讲说 弟弟不要跳 然后这个弟弟也很乖啦 就没有再跳 然后就接下来 就走过去 看到那边有个冰箱 然后就要去 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 这个老板呢 应该就真的很生气了 就说妈妈 你都不管你的小孩 那在整个过程中 都只有两分钟 但是因为发生了这个冲突 所以这个医师娘妈妈呢 就录影 而且把这个录影呢 就PO到网路上 然后就是叫大家来评评理啦 说你这个店家 如果这么不喜欢小孩的话 你为什么不在门口立一个告示 怎么会对小朋友这么友善 本店不欢迎小孩 对 而且呢 在Google评论上说 这勉强强强呢 只能给一心啦 如果没有一心的话 他真想一个心都不要给 就是这样子对小朋友不友善的 负贫 负贫 然后还有就是说 其实因为他这个新闻之后 我就去研究那个店家 那个店家是 其实蛮有名的店家 那他是一个本来是个日式宿舍 改建 然后在卖这种台式料理 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是 1930年代的日式建筑 然后经过老板 他们这个巧手的装潢之后 里面古色古香 那是日式的建筑 可是卖的是台式的料理 比如说我也去看了菜单 我研究菜单很久 他的菜单就是牛羊为主的 牛肉面或是羊肉面 然后面的选择你可以选冬粉 或者是拉面或者是面线 然后你可以选清炖还是红烧 就很单纯 然后还有各式的小菜 那最后你还可以再来一碗 就是那个招牌的黑糖粉圆 然后这样一个set在里面吃 那确实是人非常多 然后建筑其实非常老旧 而且他建筑 这个店里面还有个特色 不是只有这个建筑 是一个1930年代的日式宿舍改建 它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桌椅 其实都是有五十年历史的 就是说古董啦 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文化财 等于是你在一个文化财里面 吃了台湾道地的牛肉面 或是羊肉面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事实上这个店家 它的这个规 就是说你只要查网路 你甚至没有直接去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他就是这样介绍他们的店家 所以他有一项跟其他的店 有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希望小朋友 孩童不要在里面喧哗 影响到其他的客人 对 有时候高级的餐厅 真的会不欢迎小孩子 小孩子禁止入内 因为那么高级的餐厅 结果小孩离得走来走去 会影响到 不过再请教黄医师 那针对这个医生娘 跟餐厅老板的冲突 网路上的反应怎么样 网路上就是把这个医生娘 骂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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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去肉搜她 知道说她老公 好像在哪里诊所上班 然后去把那个诊所闹一顿 结果搞了半天 那个老公根本没在那个诊所 是喔 搞错了 那不是肉搜了吗 对 就是肉搜也会有误这样子 那主要为什么会就是说你 医生娘去发了这样子的 发动亲友 还有自己去这样子的一个 声讨这家有名的店 会引起网友这样子的 怒气冲冲是因为 这个医生娘在后来 就是人家说 其实小孩子你也是 确实有要管好 类似这样子的时候 她的态度是蛮理直气壮的 她的态度是说 我这个小孩不是过动 虽然她比较好动 但我的教养方式就是说 就让她去跑啊 让她去撞啊 如果她撞出问题 我是不会要店家赔偿的 就是因为她的言论啊 跟普罗大众所想的想法不太一样 而且她对于跟她实相反意见的 她都是说我现在会去找律师 把你们每一个都记存证信 所以她的态度异常之强硬 所以网友也毛起来就是针对她 去肉搜她以前是做什么的做什么 那她老公在哪里 完全不放过 有啊 那请教一下这个燕君 五位小孩是不是这个正常的 对 尤其是她坐了长途的车程之后 其实因为五岁 就七岁之前是一个感觉同合 在发育的期间 对 就是他们会接收到很多感觉 还要学习去处理 尤其是周车劳顿之后 其实她身体应该非常不舒服 很想要起来跑跳啊 扭啊 摸啊 让她自己身上的不舒服可以消失 对 所以这个都一切可以体谅 对 难怪她看到那个台阶 她会在那边跳 对 做这么久嘛 大家都想要起来深深懒腰 对 可是就是变成家长要知道这个状况 然后要下车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引导 因为他们有可能一下车会乱跑 这些全部都是正常的 对 对 那尤其像是乱摸啊这些 他们因为很需要这种刺激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家长下车的时候 要怎么引导她 其实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状况 等一下不要乱摸 不然就揍喔 回去你就知道 对 爸爸妈妈知道你坐很久的车子 现在应该是蛮想动一动的 那可能可以给他安排一些 你就在原地跑啊 跳啊 但是店家里面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碰 因为还是会有危险的 要先做提醒 因为可能没有先引导 小孩真的不知道 家长先引导 对 他以为这个景点来了嘛 对 那现在是可以放松吃东西的时间 别家餐厅也都是可以 每个地方规矩不一样 小孩哪会知道 知道的只有大人 那大人如果不知道 那就是大人的责任 那店家碰到这样的小孩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什么态度 其实我觉得店家的反应 算是蛮合理的 合理啊 对 因为他已经再三提醒 对 那提醒孩子没用 当然是提醒妈妈 因为妈妈一定要把小孩关好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差错 因为其实有蛮多孩子 是他开冰箱 那个冰箱是整个会倒下来的 对 这是非常危险 万一是滚烫的东西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大人自己要先有一个 保护孩子的意识 而不是说我的小孩就是这样子 他发展中你们要包容他 这个是比较有点太超过了 所以其实五岁的小孩 还不晓得那个冰箱是别人的 不能拿开了就要拿东西吃 对不对 没有那个概念 知道了啦 你知道了吗 这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要去开那个冰箱 就是因为他平常 他平常没有被制止 因为看起来妈妈的教养的方式 或是她的认知就是觉得说 我就是随你 对 爱怎么做 你想要跑 想要跳 我都不会限制你 但是他忽略的是 要在适当的地方跑或跳 因为先不讲有没有影响到别人 你自己的孩子 遇到跑或跳 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像我们自己小孩小的时候 只要一出去我都很紧张 我一定眼睛都不敢离开他 一秒钟我都不敢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 我就亲眼看到我弟被车撞 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因为他跟我爷爷奶奶一起坐一台 计程车 然后到家了嘛 是不是大人要付钱 他一下车想说我们家就在对面 自己冲过去就被撞了 当场就送医院 所以我印象很深 我就觉得那种有时候意外 那时候你记忆多大 可能也是幼稚园的时候 那差不多五岁左右 对 差不多 而且特别是小男孩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小男孩 就会觉得说 那有时候他就是 不是单纯的他就是跑跳 想要发泄或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定会告诉他 像类似这种情况 进去之前一定会先讲清楚 新闻娃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